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呀 今天呢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 然后我们准备我们几个中国人准备去超市里面购买一些年货 然后准备明天去明天来迎接中国的新年嘛 然后准备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是不是 但是在俄罗斯这也没有啥可准备的 然后就去超市里面买也吃的呀啥的 是不是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全都是泥 然后现在才是一月份 我去 现在才是一月份 然后现在就是满地的泥 然后感觉就像是真的春天来了 然后雪都已经开始化了 那虽然也没下多少雪今年 好了咱们废话不多说 咱们就去超市里面看一下我们购买的都是有哪些年货吧 好现在呢我就是来到了俄罗斯全国连锁的大型超市Lenda 然后汉语可以翻译成脸大 是不是就是脸 脸盘很大 然后就跟这瓶酒 还有我现在视频里这个脸是不是非常的大 就是脸大超市是不是脸大超市 然后我们来这个里面来采购一些货物 行 所有的东西都买完了 然后这里就买了这么多 然后这里面还有 然后买了这么多东西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从超市里面已经出来了 这是我们所有买的这样年货 然后就是这是一袋子 两大袋子 然后这是一些酒可乐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袋子 给你们拿出来你们看一下哈 三大袋子东西 然后再加上车里面这瓶瓶挂挂这酒啥的 将近花了有9000多卢 然后是折合人民币就1000块钱 然后就是明天我们过年的一些东西 好吧就这样吧 哎呦好多人快放下 好吧就这样吧 然后如果喜欢我的话 请不要忘了关注点赞和收藏 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拜拜